Welcome to HSP,我是你们的得到 建房子这种事情大概只存在于我们的小时候吧 和小伙伴们一起用沙子砌一个 或者说是等到冬天下雪的时候 直接用雪堆一个 可是这射放在国外的一个叫Eason Sleasler的小伙子身上 可就没这么简单了 他直接用木头给自己在森林葬了栋房子 不得不说老外在动手能力上还从未让小编失望过 这个房屋位于美国的爱达河州的一处小森林中 之所以挑中这里 是因为靠近Eason Sleasler的家 树屋离地面9米高 从砍树制作成木材到加工安装完成 是由小哥一个人设计完成的 整整花费了一年的时间 看着Eason熟练的操作者各种机械 小编在佩服之余 还反思了一下自己这么多年的书都读到哪里去了 为什么都用不上呢 然而可能小哥在设计房子的时候 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该怎么上去 毕竟是9米高的大树 要是天天爬的话 想必用不了三个月就能练成猴子的上述技能了吧 所以在最初的时候 Eason只能依靠吊索进行上下楼 不仅费时费力还十分的危险 简直就是用生命再回家啊 终于有一天 在受到朋友的头脑风暴之后 Eason将他妈妈淘汰下来的自行车 进行了一番改造 做成了一个人力单车电梯 利用轮滑原力 只要登起自行车 就能将自己安全送回小屋 怎么样 是不是听起来觉得很棒呢 要是有个如此的小乌公 自己在工作学习之余 能够做些喜欢的事情 还不被人打扰 简直就是再美好不过的事情了 但是恐高的小编 确实被人力单车电梯给唬住了 想想还是命重要 在家好好待着就好 欢迎走进去 好吃好玩 有趣的不用 什么地方都有 美食人解释了 快上车